大家好,我是東海國小的導覽小尖兵王宣王 我今天要為大家導覽的畫作是《賢豬》 1914年在德國的夏卡爾畫展《憨怒》之後 夏卡爾就坐上火車準備回家參加她妹妹的婚禮 可是中途卻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而讓她暫時無法回巴黎了 這幅畫看到夏卡爾正坐在畫布前面 而天使正在窗口邊右手朝上左手朝下正在引導著夏卡爾 應該是天神正在向她傳達一些旨意 這整個作品以藍灰色調所完成 這幅畫裡面有一些圓弧及彎曲的線條 這些重複出現的圓弧及線條 讓天使有了動的感覺 而畫作裡面重複出現的圓弧 也讓裡面的人物有了好的速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